海地的国际救援人员 星期天准备加快救援行动 此前人们批评在强烈地震发生12天之后 灾民仍然无法得到食物水和医疗物资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拉基夫沙赫告诉路透社 灾难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 他的机构永远也无法理想的满足需求 多达150万海地人在地震中无家可归 首都太子港各处都搭起临时帐篷 受伤和无家可归的灾民 在这里几乎没有水和食物 卫生环境很恶劣 海地政府星期五宣布搜救工作结束 但是国际研究队仍然在星期六 从太子港一间倒塌的石杂电废墟中 救出了一名男子